好 那新闻一开始呢 还是有关于在民进党内的论文风暴 之前有人讲了 其实呢 即便学生的错的话呢 最大的错应该还是要怪这个老师 那在民进党内到底是怪哪个老师呢 现在人家就讲了 这个就是陈局长 陈教授通通指向的是陈明通 那看到新党的尤志斌他怎么讲呢 他说陈明通呢 他把同一份资料呢 目前给了九名的学生 而这九个学生的论文呢 现在也涉嫌抄袭 他的意思告诉大家 陈明通呢 他的一套的教学方式呢 其实啊 就是只有一个东西 然后一个东西呢 他就分布下去 然后就给他所有的学生 当然只有内部的一些细节 稍微做一些变动 但原则上大框架呢 都是同一套东西 也因此除了目前的郑文燦 除了目前的林志坚之外呢 他游志斌还发现 其他九名学生的论文 也涉嫌了抄袭 同时他经营部长 他说陈明通在这三十年来 他把他归类叫做173部队 那么这173部队呢 大部分包含了有很多的 其他的政治人物 包含了其他的媒体人物 包含其他的名嘴 那所以呢 他把这些173部队 173名学生呢 把它形容成是 陈明通的全力防火墙 全力护城河 甚至是通往全力的道路 好 那立委呢 陈以信就讲了 目前他应该要求呢 教育部要彻底对台大来进行要求 来检讨一下 到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瑕疵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他希望台大呢 能够检讨 同时提出改进的方案 另外更有其他的立委呢 更讲了 这173个陈明通所指导的学生论文 是不是都有问题呢 是不是应该通通都要来检视一下 但是呢 教育部长潘文忠呢 他认为不答应 他认为不应该去个案的关系 然后呢 去把每一个所谓的173名学生去查 不应该是这样 那么台大目前的回应啦 是不是只要是有人来告的话 那他们就会查呢 目前台大方面的是没有回应 但是他们说 他们会以立法院的决议 来去办 到底后续的论文案 到底会如何 以及后续 之后的台大 对于所谓的一些论文的方式 有没有新的框架会出现 这些是后续要来期待的 好 那讲到了民兴党的 论文啊 目前还在烧 我们看其他人来怎么看 柯志恩 柯志恩呢 他在明天的2月13号呢 他要回到淡大去授课了 因为6月前呢 要帮学生来完成论文 那他也点了 他说啊 他教授25年来 他只有50个学生 他不像陈明通一样 有一百七十几个学生呢 等于是他快要四倍的学生 这么多 那么之前呢 当这个陈明通的指导学生 一出来之后还记得吗 在选前有人讲啊 一个指导教授可以指导过这么多的学生 明显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嘛 那陈明通为何办得到呢 是不是就像游志斌所讲的 就是只有给一套东西 然后大家发下去 所以可以有很多学生 所以有很多的论文 这是后续台大要查的 好 那赵超康怎么讲呢 他认为啊 民进党现在变成是一个绿油炒手了 他呼吁啊 如果民进党内呢 现在你会发现啊 你的论文真的是有抄袭的话 摸摸你的良心 你嘛 要不然就是自己来这个自首 不满呢 就是你自己很干脆的 把学位呢 给退回到你最原始的学位 不要再像林志斌一样 硬拗到底 同时呢 他也讲了 这些学校们都还算是不错 在选后才开记者会告诉大家 说你某些人的这个学位呢 就因为抄袭的关系 所以被退掉了 所以已经算是对你民进党人质意境了 如果民进党还要再硬拗的话呢 小心可能会2024会有灭党危机 好 那这里大学的助理教授呢 陈立福怎么讲 他说啊 陈明通呢 现在呢 要离开府 有两个时机点 他认为第一个 就是等到民进党呢 全盘检讨之后 赶快顺利的下台 第二个 就是等到内阁改组之后呢 顺势离开 这是他认为陈明通离开 国安局长最好的两个时机 那民进党内的立委 范云怎么看呢 他说啊 这一连串的论文事件 其实已经造成了 冲击到民进党 对于知识界跟年轻人的信赖 这是非常严重的危机 所以他认为啊 党应该全面提止 对外来辩解这件事情 当然范云他认为 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比方说像蔡世英 他认为 他有完成 他不是抄袭的 他花了十年时间去做填调 但是呢 是因为 虽然这个学校认为他有抄袭 但他自己个人有权利 可以去申诉 但他认为民进党内 民进党整个党呢 不应该代表个人去辩解 否则会再造成知识界 跟年轻人对于民进党的反弹 那高嘉宇怎么讲呢 高嘉宇认为啊 看到陈明通这样的一个案子 以及大家越挖越多的情况之下呢 他应该很快就要下台了 好那看到这里呢 很多人可能不仅想要问的是 陈明通这173部队 173名学生到底有谁 而这些人到底有没有涉解 论文抄袭呢 你想知道答案吗 我们进一步来看 林志坚正文餐论文 接连报抄袭 才被撤销学位 被陈明通指导过的学生论文 还有一大堆 现在爆出又有超级未爆弹 有人初步比对发现 至少有9篇陈明通指导的论文 研究方式资料 整个架构几乎雷同 其中步伐有名嘴主播 甚至总统府副秘书长妻子 也在其中 9本论文里面 又有蔡英文头号幕僚的妻子 又有媒体人 又有大报社的总编辑 用同一套资料 用同一个研究架构 同一套模式刻出来的 这9个学生 陈明通指导的173篇论文 只有5篇选择公开 但专家摊开台大论文保密规定 质疑为何陈明通学生的论文 可以无期限保密不公开 台大可以看到 他定着一个期限上限是5年 这陈明通学生的论文的 许多都是超过这个期限 我们总统他英文论文也保密30年 然后保密 就是你觉得论文写作的品质有问题 怕被人家发现 难道是怕这一查下去会血流成河 网友更讽刺 民进党封存30年是基本的 不过就是读书心得保密什么挽高 还有人打算论文行不通 就找陈明通 蓝圈炮轰 民进党各种起学历骗大众 快要变成旅游朝首 陈明通到底要不要下台 陈明通当然应该赶快离开 脸皮有够厚了 还继续干 怎么好意思干 所以不愿意把论文放在网路上 就是怕人家比对 躲起来干嘛 你都怕什么 这些乱搞的 自己自首算了 173个学生变成他的173部队 形成一个173部队的陈明通 全力防线 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护城墙 进党他怎么清金测 你清金测清完 把蔡英文都给清倒 从林之间到郑文灿 陈明通指导的论文争议连环报 就怕在这173篇论文中 还藏有更多学术未爆弹 还没引爆 藉章要此离选 台北报道 小饼说呢 这叫做新闻大爆炸 那么还有人刚刚讲了 到底这9个人 或是这173个人是谁呢 好 其中一个是他啦 就是高家瑜 高家瑜的确 曾经是陈明通的学生 那大家就问高家瑜 那陈明通的未来之路 到底是通还是不通呢 高家瑜认为 陈明通对于民进党来讲 算是一个未爆弹 不定时炸弹 影响会很大 那他也预计 内阁年后呢 会改组 党内目前都有共识 陈明通应该很快 就会下台 学生写论文过程中 总是会 一开始不知道怎么 他当然要指导教授 是没有错 包括题目 包括怎么写等等 需要教授的指导 那可能因为 后来收了太多了 陈明通他一年指导 173个吗 是不是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 收了太多之后 173个 对对就说 那不然你们就 大家去参考这些 看怎么写 那大家参考参考就参考的 都很类似 可能就被拿出来检验 那我觉得 就是说这样的过程中 当然台大 他也会有一些处理 然后 对民进党来讲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不定时炸弹 因为我们党内 变成很多人 因此都念了国法属 而且 在这过程中 可能大家都有 类似的问题的话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 会有一个蛮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 都应该要赶快先处理 干脆轻轻趁机 就轻轻了嘛 自己先轻轻了解说 哪些人有这样的状况 赶快先处理 然后统一的说明 然后另外针对 陈明通的事情 我相信因为这个 因为内阁的改组 也大家都知道 年后就会改组了 所以其实虽然 现在是非常的煎熬 震痛期 真的 就是大家每天都在淋迟 我们然后一直骂 一直骂 好像也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样骂 也是很伤啦 对吴云农啊 或是对我们这个选举 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大家会觉得 你是不是还不改 或是什么 但其实我们已经要 内阁改组了 那可能因为这个牵动 到整个 内阁团队 牵一发动全身 那国安局长 又是一个可能 情报各方面 蛮重要的位置 所以目前我觉得 可能就是碍于 整个内阁团队啦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迟早的事 因为毕竟党内 大家也都有这样的共识嘛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 就是应该很快会下台 选举过后看到现在呢 民进党内好像 的确出了蛮多的问题 是不是派系之间 要来亲一亲 你个人的恩怨 要来亲一亲呢 还记得当时的这个画面吗 这是陈时中 当时在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何志伟邀请他去参加了 一个画毛画的杀画 结果呢 引爆点是 何志伟把画带回来之后呢 居然是放在回收区 当时事件曝光之后呢 何志伟被党内同事 出来围剿 甚至还传出啊 在蔡英文总统官邸的 参序当中呢 变成了批斗何志伟大会 而志伟今天在受访时说啊 民进党内互打 让他对政党忠诚 遭到质疑 他说呢 他现在知道 谁在刻意的操作 他也感叹 在他报名了 党内成立的检讨小组之后呢 还是有人不放手 而志伟也自嘲 引发争议的这两幅沙画呢 现在来讲呢 不叫做画了 应该要叫做赵妖镜 让他看得出来 看得清楚 谁才是他真正的敌人 另外再来看 蔡英文在败选之后呢 辞掉了民进党党主席 所以外界也都在看 到底谁会是下一任 民进党的党主席呢 现在传出来是 副总统赖清德 是有意要来参选 今天赖清德 在嘉义出席活动的时候 面对记者的提问 他并没有正面回答 副总统是不是有意参选 民进党党主席 副总统有向蔡总统 表达要参选党主席吗 民进党现在整党 大概都在检讨当中 那整个党主席的人选 那我认为应该 要寻求党内最大的共识 彼此之间做协调 然后能够让未来的党 那可以在败选里面做检讨 进了为未来的立委跟总统 来做充斥 所以我认为最好 这一次的整个党主席的产生 是以党内最大的共识 然后来协调 来产生我认为是最好的 那民进党内部人才积极 我想大概几个 目前报纸上都讨论的人选 大概都是党内可以接受的人选 个人有没有支持赖部来选党主席 我想多好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整个报纸上所提出来的人选 大概都是党内认为 是可以领导民进党的人 所以我想整个民进党的往前发展 那这些人都应该责物旁贷 那只要是党内学 只要出最大的共识 那谁 当然认为应该出来领导党 我认为都是责物旁贷 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 在民进党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 我认为他能够去做民进党的主席 我十八分之百支持 但是我们民进党来 一定能够不一样的声音去国 那我也希望副总统未来 能够来民进党 携帘还好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